好了,第二條問題 到底要學多久才可以拉好小提琴 這個問題我有兩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就是可以告訴大家學多久 當然這個不是我覺得最好的一個答案 但都儘管可以說 如果學音準,正常的話 當你的練習是定時 一個禮拜練習是不少於五個小時 我覺得每一天練少一點 比隔天練好 如果你每一天練九個字 一年其實已經可以學到基本的音 你已經拉到很多歌 如果你說要拉得很流暢 其實有很多歌可以在一把位那裡拉 也可以拉得好聽 如果你心目中拉到小提琴 可能是以級數來說 是去到三級或者甚至五級 你不學最少三年 你不學最少三四年 是做不到的 因為在這段期間裡 你是要學會怎樣去聽音準 你是要學怎樣給左右手 和你看譜 聽這些感覺去協調 協調是不可以 一個星期可以做到 是不可能的 每一樣技能都需要協調 如果你的目標是想三級 或者五級 你最少要預備三年 當然如果你的三級 五級 純粹只是想著合格 可能你一兩年都可以 但是如果合格是100分 而Distinction是150分 而大家都聲稱叫做考到一個級數 其實差別是可以很大 我覺得在音樂上 如果你拿到的成績是合格 其實這個等於不合格 合格是一個考官 給考生的同情分 很可能他見到你 已經很有行心地報考過 或者光顧過ABRSM好幾次 他就同情分地給你合格 我有沒有試過是拿一個合格的分數 其實我有 不過這個合格的分數就不是在 不是在拉奏方面 我在考樂理方面 那時候我應該是小學五六年班 那我爸爸就是很想考五級的樂理 他從小讀書也是很厲害的 那時候他就在灣仔粵華樂器行 學樂理 那時候一位教樂理的先生 叫做余sir 可能余sir現在都退休了好一段日子 我不知道現在灣仔粵華樂器行 還在不在這裏 那這間店的廚窗 就會有一幅大概A2 size的告示 就是手寫的 螢光綠 螢光黃 就告訴別人 是新一期的五級樂理班 就有招生了 那我爸爸就是 看到有學樂理的 不如學一下吧 那他就去報了這個 樂理班 那時候呢 講一點點 這個童年的回憶 那時候我有一個 青色透明的 很薄薄的一個筆盒 這個筆盒上面還有一個鋼琴 這個筆盒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的生日會 那時候呢 又要講遠一點了 十二歲生日 在彌敦道 柏麗大道對面呢 一間很大的麥當勞 搞了一個生日會 那這個筆盒呢 應該是其中一件 我收到的禮物 那我爸爸呢 就 學樂理 臨上堂之前幾天呢 就問 啊你可不可以借這個筆盒給我 那時候就 不是用開那個 因為那個 真的青色太薄 都不擠到很多筆 我爸爸很少問我可不可以 父母要拿就拿 怎麼會問可不可以呢 那我都有一些愕然 他問到 那我好啊 那我印象呢 我爸爸呢 就是說 他的合理合格 合格呢 是需要六十六分的 很奇怪 不知為什麼不是六十分 不是五十分 是六十六分的 然後呢 我爸爸有一天就 問我 你會不會想考樂理啊 其實我一定要考 如果我想 我的目標是五級以上 是一定要考樂理 五級學理的 那 他就說 啊余sir都教得挺好的 這樣呢 就 去試一下 我還記得 有一個余sir的小動作 他在 黑板 在白板上面 去 教學理 那因為呢 白板呢 他那個粉柴呢 日子有功 那其實上面 已經積了很多 那些這樣的化學物 已經很難擦得乾淨 擦完之後呢 就要在那個白板的腳那裡 那裡 在那裡 抖上粉 那這樣 然後才可以呢 就再去抹那個白板 那我在那裡 上完課 那考樂理 考樂理 那 比我想像中難的 其實這些考試呢 全部都是這樣 不論你考什麼科 總是問你一些呢 extreme case 就是不會是一些很大路的東西 不會是一些平時呢 你會在樂譜呢 很容易見到的一些節奏 考完 那我也覺得一般的 但是 OK 都算了 考完 竟然最後出來呢 是不合格 竟然最後出來是不合格 那我是從來呢 在音樂上的 就是 和小提琴 和音樂上有關的東西呢 我是很有信心 那最後出來的成績 竟然是不合格 那 又再去報從考 但是 今次呢 就沒有 沒有再去 找阿余Sir 出奇地呢 竟然第二次 都是不合格 就是 說出來都是 難以置信 不過 我講這件事 我講漏了 就是 我第一次見到阿余Sir的時候 我就問 我說 我爸爸 早前呢 都在你這裡學的 都在你教他的 他說 我立即在他的袋裡拿了一本寶 他自己手寫的 然後我告訴他 我爸爸叫什麼名字 這個分數 我那一刻才知道 我爸爸呢 竟然是 八十三 還是八十八分 那怎麼辦呢 如果再考不到 那五級我怎麼上呢 因為身邊呢 在演藝學院呢 已經有 好幾個同學呢 他們已經是 說 我已經考 考了五級學理了 什麼時候會考 什麼 八級啊 七級啊 那演藝學院呢 都是一個 競爭幾大的 學校來的 你拉了 在學這首歌嗎 這首歌我就 我之前都拉過的 結果 又再去報了 那我最後呢 第三次 去 考這個樂理 那最後拿的分數呢 就是 六十六分 即是現在我跟大家 講這個故事呢 我才在想 其實怎麼會有這麼巧啊 六十六分 你猜那個考官手上 會不會 完全沒有我從前 考的資料 又怎麼會是 這麼巧 一分沒有多 一分沒有少 即是不是數學啊 這麼巧 六十六分 然後合格 那我覺得是 我覺得可能 考官見到我 這個小孩 他又已經考了五級了 光顧皇家音樂 就是ABRSM 是 那麼多次 然後 就好像考車牌那樣 我覺得 其實是會的 就是考官很可能 他有紀錄 在電腦那裡 臨出發之前 這個人考過幾次了 除非他真的很差 如果不是 都給他合格 所以在音樂上 如果你是合格的話 你不要這麼快開心 合格其實真的不合格 而我也都相信你是知道的 如果叫你去拉一段 你沒見過的歌 如果只是僅僅僅合格的你 你其實是不夠膽拉的 而當你不夠膽拉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合格 有幾大的意義呢 我真的有一個疑問 說了很遠 由 看這個 查GPT 我要學多久 要拉多久 才可以拉得流暢 這個是 最起碼三四年 但是我剛才說過 我還有另一個答案 這個是我自己的體會 如果你去問 How long 你去問多久的話 而你耐不耐去問 這個多久 是會慢慢變得越來越久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明白 我說的一件事 How long 其實不是一個絕對的事 你越問得多How long 這個三年對你來說 就會越來越長 就算現在 譬如一件事 如果只需要一個禮拜 但是如果在這個禮拜裏面 你不斷看著日曆 不斷看著標 這個禮拜就會很長 所以如果大家學小弟琴的話 千萬不要問 效朗要學多久 這個想法 只會令你越做越沒有心機 小朋友學習 是一樣給大人一個有利 他們很少會問我多久 或者至少在我的經驗 我學習的時候 我是沒有去問家人 問先生 我多久才可以考到多少級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級 我也不知道學小弟琴有什麼用 莫敢說我不知道 連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 給兒子學小弟琴 以後要來做什麼 他純粹學了 要他認真 一直學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 我想可能都是跟那個時代有關 小朋友不會問大人多久 不會問先生多久 父母也都不會問子女 你什麼時候才能抓到 也不會去問先生 我兒子什麼時候才能考到八級 當你不問什麼時候 那個時間好像就會越整越快 大家如果有看西遊記 我不記得是唐三藏 還是哪一個問 哇西天 我們到沒有 還未到西天 打完一隻妖怪又妖怪 什麼時候才到 但是答那個人就是孫悟空 他就是說 你不要 你不要在這裡不停問 其實如果要問多久 最應該問那個就是孫悟空 他根本打一個關斗 已經可以超過西天 都不知幾多次了 但是他還要在這裡 和你們三個慢慢走 慢慢走 逐隻怪獸打 所以如果要問多久 最覺得長那個就是孫悟空 他其實是一個很有 慰根 很有智慧的一個人 是給他的師父 給他兩個師弟 都是明白的 看通的 他就知道 你面前有路 那你就一步一步慢慢走 走好每一步 你再回頭看的時候 當你去到西天再回頭看的時候 雖然你是用了十幾年 但其實好像都是眨眼就過 你一路做下去 你就自然會做到 你不會去計較去 因為原來我用了這麼多年 我用了這麼多時間 所以這個多久呢 是沒有意思的 我的多久 和你的多久 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一個馬拉松 跑馬拉松的人 不會問 我什麼時候才會跑到終點 你問什麼時候是沒有意思的 面前有這一步 你就跑這一步 其實就是活在當下 你跑好他 多久就多久 所以答案就是三四年 但是真正的答案是 不重要 這些問題 其實都挺有趣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 我有什麼看法 什麼答案 可以 Subscribe Subscribe 不Subscribe就算了 不要Subscribe 千萬不要Subscribe 你覺得有用你就看 不用Subscribe 不要告訴你的朋友 如果你是想著學小提琴的話 練小提琴的話 加油 因為這一條路是 這個旅程是很有趣的 不是為了ABRSM 絕對不是 是很有趣 我現在去看回頭是很有趣 你會在這個旅程裡面 你會認識到很多朋友 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朋友就是從前 寫這些作品的作曲家 當你發現到有一刻 你可以和這些作曲家去聊天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 那個開心是 只有自己才能夠體會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 努力加油 如果你是 未學音樂的話 而你很想學音樂的話 是很建議你 學小提琴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再見